爱他怎么会变成害他呢 来看到是彰化Jamie一岁的小男婴 就是被医师检测出 这个肾脏还有输尿管 各有1公分和0.5公分的结石 必须要开刀来取出 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小男婴的母亲 为了帮助孩子促进生长 除了胃喝含有维生素 这个低的奶粉 那么另外早晚呢 还会两次在胃吃钙粉 加上熬煮大果汤喝 结果因为太薄了 钙质排不出来造成结石 一岁男婴还包着尿布 被母亲抱着 先看衣服一看 他的左腰上因为开刀 用伤口遮住了伤口 妈妈看的是既心疼又难过 发烧 发烧完 后四天就是全程长红疹 越来越严重这样 看皮肤哥都看不好 他发现说肾结石这样 这么小的孩子必须开刀动手术 原因就在他被诊断出 罹患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 就像X光照片 他的左肾因为积水已经黑黑一片 要不是早点发现后果针不堪设想 问题出在男婴的母亲 每天为孩子含有高维生素D3的奶粉 为了促进生长装管齐下 在饮食中再添加钙粉 再加上阿爸熬煮大骨汤胃孙早晚两次 泰补的后果是造成钙质过多结石 小兰医左胜有一公分结石 医师用开刀夹出另外输尿管 0.5公分结石则靠超音波正碎 第一次当父母的都是为他好 可是也是说爱他 就是爱到不对的地方 摄取过多的钙反造成 一岁男医这么小就得挨刀 妈妈自责说爱他反变成害他 专业生陈梦辉彰化采访报道 妈妈妈妈警找恢机采访报道